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蓝猫快乐剧场 真情对对碰 帮助你我他 蓝猫快乐剧场是你成长的好伙伴 我收到福建厦门小梅的来信 说她遇到难题了 要我帮她出主意 她有什么难题 快说来听听啊 是这样的 这位小朋友的妈妈说要把家里养的一条狗送人了 妈妈是怕她玩狗影响学习 后来呢 这个小朋友和狗狗从小在一起 感情也很深厚 她想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妈妈把小狗送给别人 其实啊 要想不让妈妈抱走小狗狗也很简单 只要和妈妈达成共识 将学习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这么说只要努力学习就行 那当然了 好了 咱们的动画片时间又到了 大家跟我一起去快乐剧场看精彩的动画片吧 嗯 喂 哦 是肥仔呀 知道了 马上就到 欢迎地球特工蓝小猫同志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抵抗残暴的外星恐怖分子 我们待遇优惠 月薪上万 还有免费食宿哦 俺在家已经中了十年的地了 还以为这辈子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呢 怎么会呢 即使是一条纸尿裤 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处 你说的太对了 俺已经做好准备 自愿接受任何任务 根据送来的情报 外星恐怖分子即将发动一场恐怖袭击 嗯 无耻 他们将向地球发射一种令人浑身痒痒的化学战略导弹 脑不停 简直太没有人性了 蓝小猫 你的任务就是和我一起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请组织放心 即使光荣牺牲 俺也会保证完成任务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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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况 一级戒备状态 宇宙坐标十四点七次位置 由恐怖分子的导弹靠近 啊 外星恐怖分子 好 孩子们别怕 今天俺地球卫士让你们开开眼界 蓝小猫 准备战斗 好嘞 这是第九种杀人武器预阵的超级武器霸王 夺命两千 变身 出发 好小气 一定要认真观察敌情 好嘞 注意保持联络 俺去了 有俺在 没有人敢造乱 好小气 俺已经发现目标 就在前方不远处 面对如此手弹的导弹 俺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 哦 对了 上次买棒棒糖阿汉欠钱了呢 放心去吧 你欠的钱我会带你还的 好 这样安心安心啦 小心呐 那是高级人工智能控制的导弹 嗯 头可断 血可溜 地球特工的意志不能丢 我怎么可能会怕这笔小小的导弹呢 好小气 别怕 俺马上赶到 好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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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特工果然不是吹出来的 他们是英雄与侠义的化身 全是借爱好和平小朋友的典范与凯伯 警告警告 后电池电量不足 怎么回事啊 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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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地球特工 俯冲犹如猛虎下山 生腾如同蛟龙出水 来去自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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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不住啦 啊 不对啊 蓝小茂 你搞错方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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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莹关切 蓝小茂快弄走他 否则组织不给你提供免费食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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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小茂你 为什么不提供免费食素 你也太黑了吧 不看你是故意将导弹引过来的 真是有组织无纪律 我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全怪你 全怪你 那替我还钱的事呢 不算 不算了 你说话不算数 在这场精彩的表演中 谁将获得皇赞级别呢 肯定是我呀 而这可说不定 淘气可也是热门人选 再走这请吧 下面有请鸡大神宣布 往后投票的获奖名单 现在我宣布本次以十万五千六百七十八票稳居防守的胜利者 是我们的蓝猫同学 听我说了吗 我是真正的国际巨星呐 我得了 我就知道你又要吹了 走吧 快上台领奖去 快点 祝贺你了 毛大哥 只有奖杯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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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一般般啦 只是觉得腰好了腿有劲了精神头也足了 你知不知道黄钻学员在表演时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呀 哇 这么厉害呀 太好了 我说毛大哥你的表演实在是太棒了 那还用说我这段时间可是拼了命的练习演技呢 看来毛大哥为这部剧片做了很多努力哦 我也得加油了 也争取早日达到黄钻级别 小朋友们也要努力学习呀 争取多拿小红花 好了 我们来揭晓上一期的有奖竞答答案吧 破伤风是一种什么疾病 正确答案是 一外伤感染性疾病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是不是答对了 如果答对了那就恭喜你 如果没有答对就要继续加油才行啊 今天我们还收到一封来自山东静静小朋友的来信 他说最近常听大人们说禽流感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 他想知道禽流感到底是怎么传染的 电视机前的其他小朋友也想知道吗 别卖关子了 小朋友正急着想知道呢 如果想要了解禽流感到底是怎么传染的 那么大家就跟我一起来看下面的短片吧 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禽流感主要在鸟类中间传播 也可以感染到人 感染的表现与人类流行性感冒相似 但人要是感染了禽流感后症状会很重 病发症多 病死率高 与普通流感还是有一定区别 那它是怎么传播给人类的呢 一 经过呼吸道飞沫与空气传播 人要是吸入它就会被感染 二 经过消化道感染 人进食病情的肉及其制品 禽蛋 病情污染的水 食物 用病情污染的食物 饮具 或用被污染的手拿东西吃 都会被感染 三 经过损伤的皮肤或眼睫膜 也会被感染 小朋友们 通过对禽流感传播途径的了解 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 不喝生水 勤洗手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肉类及蛋类等食品都要煮熟吃 这样才能更好的防疫情流感 小朋友们 看完精彩的动画片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学到了不少知识吧 看完精彩的动画小知识 小朋友们 开始启动一下自己的小脑瓜 因为猫大哥又要出题目考考大家了 知识有奖进答 下列哪一项可以有效的防疫情流感 一 不喝生水 勤洗手 二 植树 三 爬山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拨打蓝猫快乐热线16899199 赶快抢答 赢取精美奖品吧 我们是他同城的小精灵 我们表演做游戏多开心 手来手一起快乐的成长 为谁高教你最爱我最强 我们的心胸比太大 我们的只想比天高 我们是好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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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沸 好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